现在来到台南仁德的车站公园 可以看到公园内的角落有新养一头牛 这头牛是里长在因缘际会下 和营造公司的董事长 在屠宰场业者的手中所救回来的 希望可以让这个珍贵的生命 继续在这里生存下去 他刚才有跟你说一件事 说这些牛 就是说 就生一天去用载去 可能在屠宰场 因为就要去台南仁 政理长有你跟我说 我马上就有跟大英说 要紧快去这家族 快去救回来 费用的部分我来处理 所以我们花13万来救这家族 我们很值得 而这头牛因为是公司董事长出资 用13万元向业者买回来的 所以决定取名叫做十三爷 里长也会每天将他迁到公园内来 来向参观的游客互动 希望大家都能得到 跟这头牛一样的好福气 什么叫做十三爷呢 这家牛少年时为了农民来打拼 拼拼拼 现在吃牢 算是落得到屠宰场的下场 我们感觉很不甘 所以我们花13万来救回来 所以我们给他合作十三爷 我有找两个农民的济缸 他过去就有四个牛的经验 这牛由他们来轮流 帮我帮三天帮我帮起这只牛 所以我们会看牛的状况 牵去的状况 适时的牵出来车站公园 让大家拍照取景 也希望说牛在这里 因为他是逢凶化吉 牛对于早期台湾农村来说 不只是动物 更是相当重要的劳动力 所以对于许多人来说 都有着深刻的情感 现在养在车站公园内的十三爷 不只是刚好配合上公园的气氛 更是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回忆 过去那个令人怀念的年代 记者葛江明仁德区曾报道